然後下面這個有律師法名為師爺啦 喝個茶 經有經師 禪有禪師 律有律師 那個律師的話呢 他律師是他們的修行的說很嚴謹的 他們所戒 而且那個一步一步 然後喝個茶都要練奏 要從椅子下來也要練奏 那個律師很麻煩的 修行起來的話 每天在那邊都講這個接力 講那個接力 然後這個座椅 那個座椅 整天就在弄那個 你如果跟那個律師坐在一起的話 這裡也不對 那裡也不對 這裡也不行 那裡也不行 很不容易的 修律的人他們很嚴謹的 修禪是很瀟灑的 有律師法名為那個師爺說 禪師加墮落空 他說我們修禪是墮落空啦 說是果頭禪沒有用啦 果頭禪也不是說你能下去歸講的啦 你還沒有兩下子離口頭禪也長不出來的 所以禪中有一個學律的律師 金有金師 禪有禪師 修禮 我們稱他為律師 那法名律師來跟那個大廚講說 禪師加墮落空 那個大廚講說 妾是坐子墮落空 坐子家就是尊稱對方他的邪問 他的修律的這個 尊稱他為坐子 妾是 妾是 反過來就是你才是 妾是就是你才是 坐子家墮落空 法名大金的呢 那個法名律師呢 哎呦 真人嗎 很大金的呢 何德落空呢 他說 那個大廚講說 金論是子墮文字 子墮文字則呢 即是空色 以身上呢 建立名氣等法 他說金論等呢 是子墮文字 當然啦 子墮文字是 世家世生當時的時候 有人來講那個 哥說哪個 什麼某人 他的那個威夷不好 好 這一點就把它記錄下來 就一條介例 有什麼人才報告說 你們的出家人呢 走幾路來呢 又要大聲講話 那你就好 這個記錄把它記錄下來 以後呢 走路的時候不能講話 啊 有那你們那個修行輪的呢 那個那個義服也沒有穿好 那你就把它記錄 所以這個介例就是這樣一條一條 慢慢 慢慢弄下來 越攏越攏越多攏 弄到到後來現在 所以到了 就最主要的話呢 我們的那個修行輪的最重要的就是 殺刀迎望久 這五條介例就很重要 主摩文字即是空色以身上建立名字 没有错嘛 就是以身上建立名记等法 无非是空 作词直至教体 就是说法宾律师称他为作词 称他为作词 执着在教体文字上去不落空 法宾律师也 禅师落空 大师说不落空 何以不落空 是因为文字等 皆从智慧而生 大用现前哪得落空 他说我们修禅的人 就要从智慧而起 大用现前 我们能够看 能够听 能够走路 能够吃饭 能够扫地 就是我们的大用现前 这一点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不要修行以后 什么都不敢做 你尽量去做工作都没有关系 没有说修行以后就整天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所以说 那个文字呢 皆从智慧而生 大用现前哪得落空 法宾律师就这样讲 顾知一法不达 不明细达 那这个法宾律师呢 因为他协力的嘛 他说 顾知一法不达 不明细达 就是说 你们修禅的人 你们根本没有在接力 协力里面 那个研究 所以他说 你顾知一法不达 不明细达 那这个时候 大叔讲说 施约说 律师不为落空 又 不为落空 又乃奸错明年 他说 那个 那个大叔讲说 律师不为落空 就律师你不但只有落空而已 兼乃错用明年 那个法民做设议 何次是错 这法民律师 我一定要讲错 那个大志 律师未变华职之音 如何讲说 你这个 华是中华 职是印度 所以说 律师未变华职之音 如何讲说 你这样的话 怎么可以讲得出来 讲说 固执欲法不达 不明细达 这个法民律师就请传 指法民错词 有错词 他就叫他指说 这是法民律师的错误 那大志讲 诗也说 其不知 细达 是 幻疑 四季是四季的名字 他那个为释迦之前的名字叫 四季太子 他说 其不知四季是幻疑 律师虽醒过 而心有愤然 还是很不高兴 所以他里面的数据里面有讲说 这个 幻疑 撒伯 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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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问 刚刚这个法民律师这样的话很不高兴的又问 呼 金利论是佛语 独宗宜教奉行何故不见信 他说那个法民律师说 金利论是佛语 独宗宜教奉行何故不见信 事业呢 如果 秤宽 这个字我没有改 他这个 我这个 上面的这个字 他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字 这个是错误的 我会把它改勾 你们的 你们那个 上面那个 这个是 跟那个 这个走的旁边有一个针的那个叫秤快 就是追赶的意思 如果秤快 因为我这个 这个 这个 文字党是从那个电脑里面转出来的 电脑里面他以前的没有 打字没有打这个字 所以他打错了 没有被他改过来 狮子咬人 他说如果秤快 狮子咬人呢 狮子 因为 为什么他说 既有一文解字这样看那个看文章 叫文章这样做的时候呢 叫如果秤快 狮子咬人呢 经历论是自信用 读诵者呢是信法 他就说经历论是为了要给你悟道的 读诵是信法 这个时候呢法明又说阿弥陀佛有父母即信 说阿弥陀佛有父母即信 是 阿弥陀佛信 信乔诗家 父名岳上 母名师圣 师圣庙圆 他说这个没有什么 他对于说赐和文教 赐和教文 诗语呢 赐陀罗尼吉 法明理谢 赞叹而退 所以还有一本叫《古音圣经》也有记载 记载阿弥陀佛的那个 所以阿弥陀佛在那个说阿弥陀佛的父母叫做 叫做那个信乔诗家 父名岳上母名师圣庙圆 就是 赐陀罗尼吉 这个可以记起来 以后人家问你说阿弥陀佛有信吗 有 他就叫信乔诗家 父名岳上母名师圣庙圆 人家就说 这个阿弥陀佛的金通朋友讲你都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我这个没有厉害 所以要把它记起来 阿弥陀佛有父母的信吗 有 你就讲可以的出来 他就说 那你的学问好得不得了 其实是什么啦 现在还有时间了 有三藏法师问 三藏法师就是经历论的 所谓三藏法师就是研究经历论 这样的话 三藏法师就很了不起的 他没有说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什么某名字 他三藏是在讲说 他是写金利论的 这个法师叫做三藏法师 专门研究佛教的经典的 那个金利论的 来问那个大师和尚说 尊如有便利 尊如有便利 这一点我们很难 我们不就想说不生不媚嘛 那我们先把他来问 那这个三藏法师来问说 生如有便利 那大师就想说有便利 奇怪 我们明明讲了 我们听了 不生不媚啊 怎么我们还会有便利呢 那你就会 那三藏 三藏 那个三藏也呢 禅师错了 那专门研究金利论的人 让他知道 那个尊如有便利 没便利的话 那我们看他 那个大师怎么样讲 那三藏就是说 那个大师比如说有便利 三藏法师就说 禅师错了 那师妾问 这个时候你看那个 那个大师就往过来问他说 三藏有尊如佛 有啊 每个人都有尊如佛 谁又不是只有谁有尊如 若无便利 结定是凡争 那为什么这样反过来问他呢 所以 真子虽然没有便利 但是他是可以启用 在启用的时候呢 那你看大师怎么讲 是因为若无便利 结定是凡争 七复闻善知事 能回三德为三极境界 这就便利了 那也没有 对不对 然后呢 回六事 回六神通 回六神通 你们现在活叫的神通 真正的活叫的神通 是六事 就是炎耳鼻舌的神义 炎耳鼻舌的神义 这个是六事嘛 那你会启用就是你的神通嘛 眼睛能看的 哇那很厉害啊 你看我们要用中的能看能听的 炎耳鼻舌的神义 看到钱不好啊 看到鬼 是不是 所以我们呢 对六神通的问题 常常说 你眼睛看到无碍的话 你就眼睛有 那个天眼通嘛 对不对 你的眼通嘛 耳朵有通吗 耳朵没有通 都听不到了 是这个意思 回烦恼做补体 我们有这个 修行有这个能力 回烦恼做补体 开始的时候 我们防烦恼恼 没有办法停不下来 我们慢慢修 慢慢修的时候 我们可以 顿断我们的烦恼 你想啊 不要跟他炒了 炒那个也没有用 那你就放下炒了 那你赶快走开去 去做其他事 你就不会 每天跟他炒 炒都炒不完 先生跟他来炒 他要来跟先生炒 有的时候你炒 那你炒 炒不完的 那你这烦恼 你现在你修行过的话 你讲那些没有用的话 你就提下来放下来 到家庭去走一走 不要跟他在炒了 那你马上就 烦恼就马上可以放下 就不提了嘛 不提就是智慧就出来了 为无名为大智 为无名为大智 尊子若无便宜 三藏真是自然外道 才这样 三藏也 若而 若而就 如果是这样 尊子极有便宜 哇 糟糕了 又说有便宜了 所以你看 这个经历论的三藏法师 你看还是 在文字上搞来搞去搞都搞不了 这个三藏法师又问说 若这样 如果是这样 若而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尊子极有便宜了 哇 糟糕了 有便宜了 是 若只真是有便宜 也是外道 若真是有便宜 也是外道 若真是有便宜 你看看 若寥了便宜 以为说很了不起 没有啊 你每天都寥了便宜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 迷掉啊 你本来就如 寥了便宜 欠信 以为说这个很了不起 没有啊 你不就是这样啊 如模拟之先世 说便即得 说不便也得 若不倩信人呢 若我没有倩信的人呢 文说真是便宜 便作便解 文说不便宜 便作不便解 三藏法师 故事然中 实不可测 所以这些 中文的这些理论呢 不是以言文字可以看得来 你看得太多 你没有到那个程度 你看不然 你看得 说这样 每一本经典都 互相有冲突的 因为他的经典 是对某一个 那个佛经里面 有一些是对某一种 更新的人讲 有的是 对某一种修行的 那个来讲 他不是同 会对全部都是大众讲 所以他有时候讲这样 有时候讲这样 你如果不懂的话呢 你就会被他转来转去 这个有道流 问题道流 所谓道流就是 就是修道的 他没有讲说 他是修什么 哪一种道的 是不是就是 道教的 还是研究 那个 这个 这些那个修 气功气脉的这种文 叫做道流 他来问他说 世间有法过自然 我们那个 那个 道教的人都会讲 都比较会想到 那个 那个老祖的 那个道德经的 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说 世间有法过自然 就是有没有 什么法呢 可以超越 我们的那个大自然 师爷说有 大自说有 他说 何法过得呢 是什么法可以过得呢 那个 那个 师爷能知自然者 能知自然者 能够知道 能够晓得 能够明了 这些大自然的 变化的人呢 他就知道 这个法过自然 那又这个道流又问 炎气是道 炎气 我们很多人 当然了我们修气功的人 修气脉明典的人 也是很好 对身体很好 我们不怀疑 如果你们有修气脉明典的时候 还继续修你的气脉明典 那没有关系的 无所谓的 但是呢 他在讲的这个 这个道呢 跟普通我们修行的 修气脉的时候呢 他并不妨碍 但是不是 修气脉并不是说 我们讲的说这个道 他说 就问他说 炎气是道 世界说炎气是炎气 道是道 因为我们的那个 大自然的那个 我们的这个 讲到这个道呢 就是整个宇宙的真理 在讲这个道的时候 是宇宙的真理 那炎气是我们 在我们身上 里面的那个 转动的这个气 我们有子物流至 我们子物流至 我们的那个 那个身体呢 指索 指索银毛 十二十成的时候 我们的炎气的 手走的那个路线呢 成为足入流至的时候 他有他的时间表 这是在讲炎气 那我们修行的人呢 如果有人 他们是 比较喜欢 所这个真气的人呢 他 就是打坐起来 功夫很好的时候呢 他们对身体也是不错的 是有 是有 是有帮助的 所以但是呢 如果想到这个宇宙的真理呢 道至道炎气 至炎气 这是也没有错的 若如是者呢 则应有恶 因为他修道的人 修气功的人 修气脉的人 日为气 就是道 所以我们参中的话 讲的话呢 不是说 你说你不高兴 就是 因为本来就是 道跟气 就有不同的 那种 所以 若如是者 则应有恶 施焉 知无恶人 你如果了解的话 没有两个人 又问 因而是谁 因而是正 施焉 心谁物为邪 物从心为正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这比较简单 我们不用再讲 然后下面再有一个 这一关我们讲一讲 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有袁律师 这个是有学历的 刚刚是法兵律师 这个是袁律师 来问 学历的 那个 历邪以前呢 禅邪 禅宗当时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 都记在历邪宴里面 那历邪邪的人 都看不起禅宗的修行人 因为禅宗的修行人 比较没有那么严谨 这个时候有一个严历 是来问说 和尚修到还用功 问大师说 你和尚修到还用功 你用功修行吗 大师说 用功 我问你用功 他说 如何用功 大师说 鸡来吃饭 困了就吃饭了 困了就来去睡觉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样 好 我们回家 好 好